那接下來第一個節目是由我本人 然後跟我們一個鋼琴演奏家小朋友 李亞一起合作的卡農 卡農這首曲子是一個德國助曲家帕海貝爾 他在巴布克時期的時候所寫出來的曲子 一般我們聽到卡農都會想到這首歌 其實卡農並不是他的名字 卡農是一個寫曲子的方式 他是把樂句輪流讓演奏家輪流的演奏 是一個寫詞 最早的時候他是由三支小鼓琴跟鋼琴搭配演出 那我們今天是由一支小鼓琴跟鋼琴座搭配 請大家欽賞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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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 老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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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